高速公路真的能骑降飞机吗 乍一听呢好像还真没错 你看这高速公路长得多像机场跑道 世界上第一个修建高速公路的国家呢是德国 二战时期呢人家就用高速公路来骑降飞机了 所以很多人想当然的就认为啊 一个几十年前都能做到的事 现在做不是轻而易举吗 但是啊朋友们 以前的飞机跟现在的飞机它不一样 以前的飞机呢那是木头外面包铁皮 人都可以推着走的 现在的战机呢少说的是十几吨 稍微重点的几十吨上百吨 你这一般的路根本就顶不住啊 那有小凯就说了 几十吨的车都能跑 几十吨的飞机怎么就不行呢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车只是在上面开 但是你飞机降落的时候是有一个下沉冲击力的 对于路面来说 这两者是两个概念 而且路面也仅仅是条件之一 那你知道我国实际上有几条高速公路 是可以公开起降飞机的吗 从表面上看啊 这每条高速公路不都一样吗 但是能做机场跑道的确实寥寥无几 首先是路机的承载力要求 现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的路基 是承载不住大型飞机降落的 如果这个硬性条件里都满足不了的话 那其他都是白给的 除此之外飞机要起降 还必须要有一个干净的空中环境 这里的干净呢指的是 航线上不能有障碍物 你像什么高压线南鸟群啊 高大的树木等等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那这无形之中又塞掉了一大批高速公路 最后一个 高原3D地区的高速公路 也不太适合做备用机场 倒也不是因为其他什么 主要是因为地形比较复杂 跑道可能也不太平稳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平原地区少部分高标准高速公路 适合做备用机场的跑道 那么我国公开的高速公路飞机跑道只有两条 一条呢是什么大高速 另一条呢是证明高速 你跑过吗 那么周周最近呢 正在参加西瓜Play的导宝活动 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大家在西瓜APP上的强烈推荐 评论还有发弹幕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票数 大家只需要点进我的主页 然后点击西瓜Play的投票入口 把你们的宝贵的票票 投给我就可以了 投票榜前十的朋友 还可以获得周周准备的神秘大礼包一份 谢谢